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回到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宇昌案到现在为止也发展了一段时间 到底因为蔡英文她有反击 刚刚南轩说我也听到了 她说马英九应该道歉 对不对 那她的反应就是马英九应该道歉 那她中间有些质疑 她好像也没讲清楚 这点让我们也讨论过 就是她为什么不开个记者会 干脆让记者问 那她显然选择 她说我讲清楚了 好那不管 这有她自己选择的方法 到现在为止 到底宇昌这个案子 对蔡英文的选情 到底有没有影响 宇昌你觉得 我认为真正的影响 是在中间选民 民进哪个支持者 那你怎么知道中间选民怎么想 或者在哪里 坦白讲我们接触 你们用民调才了解选民 我们是每天都跟选民在一起 那你会接触的选民 都是支持你的选民 我们遇到的选民 不会只有支持者 也有一些反对我们的人 但也有很多是所谓的中间的选民 中间的选民是可以被影响的原因 人家为什么支持中间选民 因为他如果他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他还想扮演一个 跟政党比较没有严密关系的 亲密关系的这样一个 自由的思想者 那这些我也讲过 他们也比较有能力去思考了 为什么 因为中间选民跟中产阶级 常常中间是可以有一个等号 就是说知识不见得是财富上 收入上面 而说在知识的获取方面 他们是属于知识分子 所以这些人比较有能力 经由这么多复杂的资讯中间 他们比较能够清楚地看出问题的正向 所以你认为政权选民有影响就是了 对对对 所以中间选民他们是会受影响的 他们会认为说 我认为蔡英文跟马银九的民调 本来快黏住 为什么突然间拉开 我认为他就是真正的影响的是中间选民 因为他们觉得说你蔡英文 你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 你也不是立委候选人 你是中文候选人 你也当出来把话讲清楚 这里面有太多的疑点你讲不清楚 而且最终还是利益回避的问题 因为中间选民是对陈水扁的八年 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种贪毒太严重了 所以现在他们发现 原来你蔡英文还没有当上总统 你也没有做到利益回避 那你未来会不会 又是民进党如果再回来执政 又是延续他八年的余峰 所以这一点来讲是蔡英文 我觉得对他是最伤的 叶宏兄 你觉得有影响吗 因为我不像他每天接触那么多选民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每个人都讲 像宋楚瑜接触很多选民 也都是支持他的 所以民调是假的 这种到底有多少影响 我不知道 不过起码蔡英文的形象 没有当初大家想像的那么清廉 起码因为你不知道回避 你法律上可能没有问题 我一直认为他法律上可能没有问题 那当初国民党讲了 他不是个弊案也不是个弊案 其实他讲的弊案 其实是指的就是弊案 他把两个列在一起 但是有人主张他不是弊案 但是他是个弊案 因为全部是你一手操控的 你不应该这么做 而做就是一个弊案 看你用什么道德标准来评价 那我认为蔡英文 如果他今天只在宇昌当董事长 虽然你对升级不懂 但是你慢慢学 慢慢努力的帮国家找出资金 人家不会检视你 但是你今天要选总统 一选总统以后 人家开始检视你 你当时当副院长 生计条例是你写的 你规划的 你现在下来 没有事情做 人家叫你狗你去当董事长 你就拿个花基金的钱 当你的后盾 去当你的董事长 等到你要当总统 尤其他不是在民进党主席 你去卸任的时候 就把股票出清 不是 他就当民进党党主席 当然 好像七八个月之后 九个月 九个月之后 才把股票出清 你那时候的股票 它那个净值根本不到十块 了不起七八块 了不起 那你为什么能卖到十一块半 是因为人家看上你 蔡英文是民进党党主席嘛 要不然他怎么会买你十一块半呢 那你又党主席 你又因为你是党主席的关系 所以你该亏的钱你没有亏啊 照道理 如果以市价来卖的话 你卖不太多 你要亏钱 你不到没有亏钱 还赚得钱走 现在一堆人在那边苦哈哈 只有你一个全身而退 所以人家是会用很严厉的 道德标准来检视他 他的生意当然受损 他为什么不接受提问 也是在这里讲不清楚 我觉得蔡主席 一开始就选择 不去正面面对 当然他会 当然是很有可能是心虚 而且觉得说如果面对的话 伤害恐怕更大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民调没差 而且老百姓看不懂 你看不懂民调没差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 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 因为譬如说你九宇 落后落滚了 你忽然间路面上一个大洞 你看那个大洞 是今天造成的吗 底下这个土是慢慢流失 慢慢流失到撑不住的时候 这个洞才出现嘛 所以这个洞出现之前的马路 的柏油路就是好像免掉 看不错 没事情 但是你哪里知道 有哪一天 底下的腐蚀程度 已经没有办法撑住这个路面 开始有裂缝 开始崩塌 那时候距离投票 就非常接近 所以我说 我是好心跟你正面说 这很大的危险 我要说这很大的危险 来吧 我们看刘亦如的四个疑问 我们先看到四个疑问 是什么 关键的九十六年九月三号 疑问一 国发基金为什么放弃全力 就是说呢 你八月三十一号 当时蔡英文主持会议 还规划 百分之四十出钱的国发基金 有三董一间 为什么后来只选了一董一间 疑问二 九十六年九月三号上午 参议文主持与商发钱会议 下午此次董事会当选董事长 出席三个民股董事 与一个国发基金董事 当天国发基金只一董一间 为什么你要放弃 疑问三 就是为什么何大一陈良博 他同时兼任官股 跟同时兼任民股的董事 我觉得这个 这是比较有问题的 我认为 那这个是程序 当然程序有两种讲法 我在还没有 我跟老沈有辩论 我说反正就是何大一陈良博 那当然 他反正在这个时候 也是何大一陈良博 这个时候也何大一陈良博 但老沈他当然有 他说程序正义也很重要 不是不是 而且都表示不给外人来 你说不给外人来 你有点老话了 刚刚我们讨论的时候 不是这样 你说不管是三董四董五董 反正开会不管怎么开 反正董事长就是蔡英文 你是跟我讲 我说这个我承认 董事一定也是 他随时要选 他们就随他们两个 我认为是宇昌的股东 也就是台茂生计 台茂生计的董事 怎么能够 以台茂生计董事的身份 来代表出任法人 国发基金的代表呢 这没错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比较大 我现在跟你讲说 在程序上 我本来认为说 反正何大一陈良博 就是蔡英文 仲益的人选 你在这一天选也好 在这天他就安排 就是他嘛 但是老臣有说 说你照理讲 他不在的时候 你就应该派别人 不应该还等他 这个当然也有他的道理 但是我说我刚刚就 这个问题比较大 就是说你和大一陈良博 已经是蔡英文家族公司的董事 是啊 对不对 换句话说我现在有 你看啊 大家看一下 他现在有 有这么多 你看啊 这个宇昌 有台茂生计 有行政院国发基金 有上智 这个叫永丰瑜 而统一 对不对 这四家 上次不是有 是张宏仁的 张宏仁 有这四家 对不对 有四家的时候呢 那你现在蔡英文 蔡英文你代表台茂 没话讲嘛 对不对 蔡英文是代表台茂 你和大一陈良博 你是台茂的董事嘛 那你出来应该代表台茂 你怎么又代表 行政院国发基金的董事呢 后来还变成行政院国发基金董事嘛 这点就 我是大公司的股东的董事 我又变成代表另外一个股东的董事 公股的董事 这点我是觉得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个很奇怪 这些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这点是最不合理的 就是说你不管程序怎么走 就结果来论的话 你确实是你右肩官股 你右肩民股的相关的董事嘛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做一个假设好了 如果说民股的这些人 这百分之二十的股权的部分 他做了若干的不符合 这个全民利益的一些操作的时候 照理来说 官股代表他就应该去平衡他嘛 那又是你们 那怎么平衡呢 我讲这利益冲突 你到底代表官股 还是代表蔡英文嘉 当然有的时候利益是相同的 有的时候利益是不同的 对相同的利益是最好 又利益就是等于是官民两双银嘛 但是你在设计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说万一利益不同的时候怎么办 那刚刚这个郑亮有说 在最早的时候就想到 那时候蔡英文还没有来 就想到说就是何大一 翁启会 陈朗普等等 我也相信 开始可能是这样 那如果这样的话 蔡英文在设立 这个他那个家那个台帽的时候 就不应该把人家原来预备给 雨昌的董事 把他又变成他家族的董事 他可以找别人嘛 他干嘛他的家族的台帽 这个生计 也找了同样的人来做董事 我想不懂这点 然后后来他那个台帽创统 然后又找这些董事 那你就不能找别人 或是你家人出来也可以嘛 其他的专家也可以嘛 这点是我也不解 就是说他已经是 官股安排的董事了嘛 你就让他当官股董事嘛 你自己家族 其实可以找别人董事 插一句 就举一个例子 当年金控 金控有官股有民股 那常常比如说镇申池 他代表公股 但是他又很多是代表民股 那个像华南京也一样 所以到了最后增股权 或者增董事长的时候 他们都要宣布说 我不要官股 我不代表官股 我这一次是代表民股 所以代表官股 跟代表民股 你只能二折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官股随时给你换掉 官股是法人代表 虽然你董事任期三年 我一封信去 我今天要换刘玉宏 取代何大一 一封信去就生效了 所以这个民股 就比较不会这样 因为官股 你是代表我法人吗 比较不一样 我们继续再回来